看來大家期待的就要降級了 不過我們今天要回到疫情之初 就是五月的時候 萬華所爆發的疫情 隨即整個萬華商圈緊急停業 影響層面持續擴大 那麼萬華就像是進入了 長期抗戰的階段 有商家宣布永久停業 那麼留下來的店家選擇苦撐經營 那麼回想疫情期間蕭條的景象 連在地土生土長60年的萬華人 都沒見過 不過疫情之下也看見 另一條出路 有些老店利品轉型 透過外送平台跟網路的方式 找到新的生計 確認數量 時間和地址 傳承到第三代的青草茶店 打破等待的常規 父子倆在疫情期間 要讓青草茶也能送到顧客手中 就是那顆挂念著老顧客的心 即使疫情期間 面對空蕩蕩的萬華區也堅持拉開鐵門 而老闆身上不曾放下的背包 也是為了讓電話響起時 能夠立刻出發外送 不過面對疫情 老店也需要有新思維 五月疫情大爆發 沒有人能想到小小一條街的群聚感染事件 影響力卻擴及整個商圈 主動出擊是現在萬華商家生存下去的共識 在疫情熱區的百年老店也力拼轉型 尋找更多機會 有過SARS的經驗 第一時間立刻宣布停業的老店店修了一個半月 直到七月才迎接客人 但是危機似乎也成了新的轉機 萬華區的商圈開始有不一樣的思維 經過疫情犀利的萬華 或許需要時間重振腳步 但也讓外界更期待重生後的樣貌 華新聞來亞羅大偉 台北報導